好 我們跟大家講這個小序卦 跟呂卦 這兩個卦 過去自己在做這個周易的 易經的這個 卦養詞的解釋 我大概依循 以下幾個原則 那麼第一個 從卦象定卦名 卦象定卦名呢 當然絕對是聯想 但這個聯想呢 當然還是從卦象上做的聯想 不管再有多大的道理 它都是聯想 只有卦象是必然的 64卦的卦象 2的六四方組合 一定是64組合 至於這個組合呢 什麼樣的卦象 要談什麼樣的主題 那這是周易 那當然就是周朝聰明的 這些政治家集團們 他們的討論的結果 那這個討論呢 當然應該是有一定的依據 所以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絕對沒有必然性 所以這是一個聯想的智慧 而這個聯想的智慧呢 最後落實於上下掛六搖 那麼來呈現 人際關係應對進退的原理 因為周易的重點在於 文字形成 這個文字就是掛詞 掛名掛詞搖詞 掛名掛詞搖詞呢 當然是周朝初年的政治家集團們 這個他們的知識 智慧觀念 甚至政治領導的哲學 極凶獲福的觀念 所以戲以文字 當然反映了周朝初年的 政治家集團的整個的智慧 但是掛象是必然 掛象定掛名就是一個聯想 這是一個有道理的聯想 但是沒有什麼必然性 但重點是這個道理 道理就是一個智慧 拿了一個智慧呢 就是要開創一個格局 講一個觀點 好 所以呢這個 定掛名的時候呢 那麼就是要定一個主題 藉由這個主題呢 那我們來講一個 既有的觀點 而這個觀點呢 更重要的是藉由 六搖的搖詞 把這個觀點表達出來 那這個觀點一定是放在 上下階層的這個六搖以後 六搖呢 這反映了一二三基層 四五上 高層 完全符合周朝 初年 中央政權 地方政權 這樣的關係 也符合 這個社會體制 是一個階層體制的關係 那社會體制是有體制的 那麼 如果是莊子的話 腦子裡面是沒這個體制 那如果是宗教的話呢 尊重這個體制 但自己不在這個體制內 但如果是政治的話 那就一定是有這個體制 而我們每一個人呢 從二十幾歲入社會 到六七十歲 退休 這個階段 完全是在你的體制內 的生活 所以一經各搖 講吉凶禍福 就是人在階層體制內的吉凶禍福 這個吉凶禍福 當然有它 搖位 地位 等級 一種必然的關係 那這個必然的關係 我記得 應該上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有簡單的大家說過 這應該也大家都有一個基本的解決 初遙是學習者學習 第二遙是基層的主管負責任 第三遙上不上下不下惹禍的力 第四遙高層的主管 又是要負責任 但是智慧要更高 要懂得跟別人合作 功勞往上推 第五遙就是領導者 這個所有的功勞 給予一生 但他必須做最好的一個政策的男人 跟人事的分配 第六遙就準備退休的階段 有一個特殊的角色 就不管事的角色 好 這是一個基本的邏輯 吉凶禍福就在這裡講 好 那我們現在就針對這個 小序卦來講 小序卦的 卦名 卦死 謠死的意思 首先第一個就是定卦名 那這個卦名呢 當然就是聯想的結果 那麼這個小序卦呢 小序卦呢 一陰五陽 這個 陰謠呢 在第四陽 陰謠在第四陽 一陰謠呢 那麼 就形成了 這個 下卦是個前卦 然後呢 這個 上 下卦是個前卦 上卦呢 是個遜卦 遜卦是柔順 下卦是前卦 前卦其實是君王 那麼 以柔順的態度 對待 剛強的 領導者 那麼 談這樣的一個原則 而這個最重要的角色 以第四遙來的 第四遙本來就是大臣之位 第二遙是基層的官員 第四遙是中央的官員 第五遙不是官員 第五遙是皇帝 總統 領導者 老闆 不算官員 官員的話就第二遙跟第四遙 現在是高層的官員 第四遙 陰謠的角色 其他六個 其他五個遙呢 都是兩遙 所以就經過一個聯想 把它聯想成 高層的大臣 這位官員 為了培養 將來成為第五遙的領導者 的所有的這些王公 貴族 那麼 對他們呢 採取一個協調 甚至截制 甚至禁止 這樣的一個作為 就是我來教育你們 培訓你們 不讓你們在還沒有成才之前呢 就發號施令 最終要到第五遙 才真正完全掌權 那到那個時候 當然就由領導者來領導我 可是當你還沒有到那個位子之前 該知道的並不知道 該學習的還沒有學習 該懂的道理還沒有懂得 因此呢 就需要被我截制 所以呢是 大臣 蓄藏國家的實力 截制未來的國君的一個教育的階段 所以是一個培養的觀念 不過這個培養畢竟是大臣為主導的培養 所以說是一個小序 而這個培養呢 我最終也打不住 最終 擔任國君的 是這些羊羊 並不是我六四 這個大臣 所以呢 這個蓄藏 這個培養 要適可而去 有一定的職權 有一定的影響力 可以來做這個教訓 教育跟培養 可是這個權力 不是無限 這個權力 不可能擴充到最後 最後 權力還是要交出去 這還是一個 君臣的邏輯 所以呢 這個小序光 整個舊壇 以六四陰謠 續藏未來成為國君的 這個初二三 三個羊羊 然後呢 最後他掌權 到了這個 第六謠 到了第五謠 那麼權力完全是 這個君王的 然後到了第六謠呢 這個的時候 這個大臣 就要退下來 而國君呢 就完全施展 他自己的 這個領導的 這個效果 好 從掛像來看掛名 就是這樣子 好 那麼這個掛像呢 上掛為遜 容順 下掛為前 這個鋼劍 所以呢 這個 劍而遜 鋼劍的一個意志力 要往前進 但是呢 作風呢 要容順 這指的就是 這個六四 他的 他的智慧 好 這是掛名的取得 那這樣子呢 取得了掛名 這個整個掛要談的宗旨 就很明顯了 這個宗旨就是 人才的培養 人才的節制 而且是 會承擔最大責任的 最重要的人才 的一個 長期的 培養 的過程 要 節制他的 這個 權力的施展 在他沒有完全成熟之前呢 這個權力不能給他 所以這是一個培養 是一個教育 是一個節制的 掛意 然後呢 就從了 這個 搖畏十序 搖畜十位 說錯了 搖畜十位 從再來看這個六個搖 第一搖 當他被培養 被節制的時候 他怎麼反應 第二搖 被節制培養的時候 他怎麼反應 第三搖 被節制培養的時候 怎麼反應 第四搖 作為節制者 培養者 他以什麼樣的原則 來扮演自己的角色 第五搖 作為一個軍衛 他怎麼樣接受這樣的安排 以及怎麼樣跟這個第四搖 互動 到了第六搖 講的也可以說是 魔軍 也可以說是這個 大臣 所以我通常會以這個方式來解括 第一先定掛名 掛名一定是由掛項來決定 掛項決定掛名是一個聯想 這裡頭沒有必然性 但是一定要講出一個道理 那道理呢 這個邏輯有很多種類型 有時候用上掛跟下掛的抽象意義的組合 上掛跟下掛的自然意義的組合 自然象徵意義 就是這個天地 水火 這個雷風 這個 等等 這樣子 自然象徵意義的組合 那有時候呢是用長男中男少男 這個長女中女少女的配合的組合 來看這一個掛的掛像 可以談什麼樣的掛名 那有時候呢 就直接從這個掛的六毛 展現出來的樣子 外形 直接做一個形象的直接聯想 然後形成一個掛名 這個我們待會兒還會講頂格 頂掛就是直接從這個掛像 我就把它想出一個觀念 一個概念 一個事件 然後來講 那麼 我們這一掛呢 也可以說是直接從整個掛的掛像 來做一個聯想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掛字 小序 亨 密雲不語 自我西交 這個 能夠 序藏領導者的實力 在他成長的階段呢 盡量培養 序藏 這當然是很好的事情 密雲不語自我西交 在他還沒有被培養成才之前呢 他沒有辦法有效領導 統治天下 如果這時候讓他統治天下 也沒有辦法給百姓好的公共政策 恩則不能夠吉下 所以呢 就好像這個在西邊充滿了烏雲 但是呢 隱層很厚 雨下不來 看著可以下來 還下不來 百姓還得不到君王的好的政策的照顧 還沒有開始過好的生活 這是一個準備的階段 這個 君王年幼的時候 被培養 良辰在上 年幼的君王如果讓他掌權 他會圍亂 所以呢 擋住他 讓他呢 不能夠 這個任意的 使用 全力 這樣就 濫選了 所以呢 小叙而已 這個時候不是 大開大火的時候 不過 六四的大臣 可以對於 未來的君王 做這樣的一個 續長的動作 關鍵 關鍵還是必須 朝廷當中的最高領導主 也就是九五 這個君王呢 他有這樣的認識 所以呢 幫我培養王子 如果這個九五的君王 沒有這樣的認識的話 那麼六四也不可能做這樣的一個忠誠 的這個 這個 教育的工作 也沒有辦法有這個權力的空間來施展 好 所以這個 因為有九五在位 讓中心的六四大臣 管理自己的王子王孫 初二三 就是這些王子王孫 好好的培養他們 以續長國家的實力 好 那麼 但是呢 這個動作 到了六四 全力交到九五了以後呢 這個動作就要停止 到了第六搖的階段 大臣不能夠再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 年輕的君王已經成熟 否則那個時候呢 關係就又會改變 有點像我們早上 講的 這個 同體之變 說提巴尼 等到你成熟之後呢 我就得退去 否則彼此就會起充足 關係會改變 好 斷傳 斷傳就是對掛詞的解釋 斷傳常常是後見之名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 斷傳的後見之名 比較準確的了解到 掛詞當時寫作的用意 因為畢竟 斷傳寫作的時間 跟掛詞寫作的時間 總是距離我們現在 時代相近的太多 雖然也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那斷傳常常是後見之名 好 柔得位上下應之啊 那鋼就是羊瑶 柔就是陰瑶 得位的話呢 陽瑶居一三五得位 陰瑶居二四上 得位 另外還有概念叫做得忠 得忠一定是第二瑶跟第五瑶 誰在第二瑶就是得忠 誰在第五瑶就是得忠 德忠呢就是主管 第二瑶是主管 第五瑶是領導主 第四瑶也是大官 可是他就是上面就是國軍 所以這個大官呢 等於也可以說是國軍的秘書 這樣的角色 在地方而言呢 第二瑶可能還更威風一些 所以第二瑶是個主官 第五瑶也是個主管 但以國家而言 第五瑶就是個國軍 所以第二瑶跟第五瑶都是得忠 至於一三五 陽瑶居之得位 二四上呢 陰瑶居之得位 那麼這個話 柔只有一瑶就是六四 只有一瑶就是六四 所以柔得位講的就是六四 陰瑶居陰位 好 上下陰之安 那麼當然是你可以 我們可以說六四陰出九 不過這個話呢 不止六四陰出九 九二也陰 那九三不陰 因為本來就不是一個陰的關係 九三就 九三就很不好管理 而且形成了衝突 九三跟六四相夺 都靠在一起 所以呢這個六四呢 可以說整個大臣 跟整個半永國軍角色的 這些英雄剛強的人物 有一個呼應互動 好 好 箭而遜 這都是後箭之謎 好 箭是下挂前挂的 挂的 遜呢 柔順 上挂本來就是遜 遜就是柔順 被講的就是下挂 是陽挂 上挂呢 是遜挂 陽挂剛見 遜挂 柔順 剛中而至行 乃亨 中 二或五 剛中通常講的就是 這個九五當然是比這個九二更加的是中衛的意思 因為他才是真正的領導者 剛中而至行乃亨啊 九五之君 佔九五之位 所以呢 剛中意志堅強 並且用正確的政策 充分的授權給六四 來 截至他的王子王孫 那麼 因為他有這樣的一個明確的這個指令 所以六四才能夠有效施展 發揮他的老臣教育家的角色 所以這個是一個扮演的良好的角色 來自於九五的一個準確的指令 秘云不予 尚亡也 這個國君在初二三的時候 實力還不夠 德性還不夠 智慧還不夠 那麼 但是呢 他也想要去掌權 不過呢 因為被截制了 所以沒有辦法施展 對他來說呢 沒有辦法施展報復 對國家來說呢 這些王子王孫的能力 還不能為國所用 命不予 但是期待他們 將來能夠為國所用 能夠照顧百姓 只不過這個時候呢 這個功能呢 還沒有辦法施展 自我西交 施衛行為 大臣的心智昭昭 照顧百姓的理想呢 還沒有辦法實現 就像雲在天上 欲海下不來 重點就是 君王還不成才 指的是初二三 他們 還沒有辦法施展自己的能力 可以真正的 照顧百姓 讓百姓得到福祉日 好 然後是大象鑽 大象鑽在解掛詞 跟謠詞的時候 就基本上不發揮功能 大象鑽是天外飛來 另外的單獨的一句話 所以我就說我覺得 解掛謠詞 掛名的時候 不必看大象鑽 同時也不用看序掛鑽 序掛鑽是另外一個後見之名 是想像的一個作文 把現存的周易的六十四卦的排序 藉由一個後見之名的寫作文的方式 把它推理串連起來 但是呢 六十四卦呢 第一 卦象決定卦名 不是一個必然的道理 第二 這個 卦象排序 也找不出 卦象的必然的關係 只有一個關係 相鄰的兩卦 非錯即中 非錯即中的意思就是 要不就是 隔壁的那兩個卦 要不就是陰謠全變成陽謠 陽謠全變成陰謠 要不就是初謠到六謠的次序 倒過來 變成六謠到初謠的次序 好 所以 這個陰謠對比 對反 叫做錯 上下對反 一到六變成六到一 叫做中 所以我們有一句稱呼叫 錯中複雜 好 就是周易六十四卦 所有的相鄰兩卦 或者是錯的關係 或者是中的關係 或者既錯又中 所以六十四卦的卦序 只有這個原則 並沒有其他的 第一謠跟第二謠 第二謠跟第三謠 可能就沒有任何的關係 好 絕對就是 想好了 那麼卦名 那麼找到了那兩個卦 然後就放在這裡 然後一卦一卦的填進去 填到最後呢 可以想像的名詞 可能越來越少 好 到最後在設定卦名的時候 跟卦名詞的時候 也許就會比較牽強一些 但最後反正六十四卦的卦像 不可能有六十 也不會只有六十三 那麼最後就把它擺來 就是這樣子 所以在決定一個卦 的卦名的時候呢 其實直接就是從這個卦像 做聯想 然後呢 同時都是或錯或中的兩個卦 一起做討論 所以呢 並不是大象傳決定了卦名 更不是後來的序卦傳 所以直接就從 卦像 上下 或者是全卦卦像 的關係 來做卦名的決定 好 因此大象傳 左邊 風行天上 小旭 君子以義文德 通常是這樣處理 左邊那句話 就是在講卦像 而且都是以上下卦的 自然象徵意義 來講這個卦像 那麼 風行天上 那就是天上有風 那就是下卦是淺 上卦是迅 風行天上 這樣 就把這個卦的卦像 藉由自然象徵意義的上下兩卦 直接說出來 所以大象傳是可以背的 左邊這句話可以背 背多了背久了背熟了 風行天上 小旭 那小旭長的什麼樣子 就立刻知道 因為我們知道 錢卦長的什麼樣子 馴卦長的什麼樣子 風行天上 小旭 所以我不會把左邊這句話 當成 形成小旭卦的卦名的原因 我從來都是把它當成 說明小旭卦的卦像 的形象 從上下的自然象徵意義來說 好 說完了以後呢 那麼談卦德 這個卦德呢 是一個獨立的 創作 聯想 全部都是以卦名做君子的 德性的 教條式的聯想 但是這些教條呢 都是道德教 都是道德教 也都是 有道理 可是這個道理是 這句話本身有道理 而不是說 這句話跟小旭這個概念 有什麼必然的關係 我也認為這個關係呢 也未必很絕對 總之六十四卦 六十四條大象傳 左邊那一句話 目的在說明卦象長的什麼樣子 透過上下兩卦的自然象徵意 說出卦象 右邊那一句話 要講一個道德教條 道德教條永遠是對的 但用它來解掛呢 談不上有什麼聯想的關係 好 小旭 君子以義文德 那君子呢 就是要好好的 培養自己的美德 將來呢 服務天下 服務社會 好 所以如果我們要跟這個周易學智慧 而這個智慧並不是道德教條 道德教條就跟小象傳 而大象傳學 有六十四個道德教條 跟我們讀論語一句一句的意思 就很像 那至於如果要跟易經 掛咬詞 學智慧的話 其實就是學 六搖 吉凶禍虎 應對與進退的人 好 那麼 一搖一搖來看 初九 父自道 何其究 吉 父自道 其意 吉也 既然是王公 這個貴三代 貴四代 貴五代 貴六代 天下是我們家人 一出來就是黃金家 閒著金湯池出身 要什麼 就有什麼 就不免玩力 然而呢 小序卦的重點就在於 受到九五國軍 授權負命的六四大臣 用心教育王公子弟 截至王公子弟 所以在一個年輕的這個幾歲 五六七八歲就開始施育教育的王公的子孫們呢 一開始就受到了良好的栽育 複製到 把他傑傲不尋的這個本性 富貴人家生長出來的這些習性呢 做一個條件 截至 把他牽合 複製到 回返到一個學做人主事 學習將來承擔責任的學生的身份上 而不是一來就是一個這個富貴 王公 這個王爺 這樣的一個形象 這樣的一個內心 從王爺的內心 改變成一個學生的內心 複製到 自己從小就願意接受節制 因為很快很早 六四就直接開始教育他 告訴他要這樣要那樣 不能這樣不能那樣子 而之所以要這樣教育你培養你呢 是希望你承擔 因為你責任重大 而初九呢 年紀輕輕 一開始接受教育 就受到這麼良好的教育 所以本性一開始就被照顧得很好 複製到自己回返到正道的方式 來成長培養自己的人格 和其九怎麼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呢 不會 極非常的好 小象傳說其一極 這個道理是對的 這就是小趣化最重要的精神 而六四本來就直接相應於初九 初九呢是最聽話最好教的 好 那到了這個九二 九二呢是 九二就是有一點點自己的實力 在一般的這個其他的掛而言呢 所有的第二搖都是基層的主管 那麼這也象征代表說 這一位小王子呢 年紀見長 見識見開 那麼講話呢 已經有很多跟班的很多人聽了 甚至有很多這個王公大臣呢 在投資了 說明這是下一位的這個軍王 所以呢 他一定有比較多的自己的想法 開始不那麼好教 開始進入這個青少年時期 到有點反派心 不好教 所以呢 會有一些過頭的話說 會有一些不好的習性跑出來 會有一些貪玩的念頭跑出來 對 可能會有一些劣形劣跡 不過 他還是青少年階段 所以呢 還能夠受到六四的培養 截至教育 所以呢 六四把他這個帶回正道 遷復 回到正道 遷復在中 亦不自私也 九二還是一個很好受教 很能夠受教的青少年 王子 小王子 小王爺 還是能夠願意聽進去 能夠受教 因此將來很可能 可以成才的王子 接受遏制 回復正道 學習 服務 一切都非常的穩定 急 所以也可以說 六四的角色呢 在九二依然獲得路視 可以扮演好好的角色 好 周一以階層邏輯來說 人在職場上的一生 通常在第二窑 就是基層的實權 到了第三窑呢 上不上 下不下 基層的實權 其實也看不上 現在看上的都是 中央的實權 九三呢 就是已經接近了中央 我們也可以說 這位小王子呢 已經長大了 已經是一個 是恐怖有力的青年 很多事情都非常的明白 如果這個時候 突然皇帝駕登 青年皇子直接登位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甚至不太需要老臣在旁邊耳提面 自己很多事情 都可以直接做決定 好 就因為他對自己有這樣的一個自視 所以 開始 不接受 六四的 節制 六四的 培養 教育 周圍太多誘惑 太多其他的 大官 大臣們 走他的後門 投資他 將來他就是君王 現在就要巴結他 帶他去玩 帶他去吃好吃的 玩好玩的事情 跟他結合 我跟他慫悠一些公共政策 應該這樣做 應該那樣做 否則將來你得不到什麼好處 等等 這樣子就造成了 九三呢 跟六四 原來的這個太子的老師 沒有辦法好好的相處 兩個人關係進入緊張狀態 甚至對立反目的狀態 余悅服 夫妻反目 這個輪子離開了輪軸 那這個車子就要垮了 就不成一個車子 老師跟學生的關係呢 破局 夫妻反目 小象傳說不能正式 這一個家庭組成散戀 這一個師生關係斷裂 所以大臣要為國君教導小王子 只有初九的階段是最有效的 好 能夠維持到九二 其實是一個理想的階段 九三通常沒有辦法維持 如果還能維持的話 好 如果還能維持的話 好 那這個九三呢 要不就是這個六四呢 兩個人都是人間的集體 最優秀的人才 才有可能合作那麼久 好 所以一個幾乎是必然的悲劇就發生 人到了這個階段就不服從長輩的教導 老師的教導 所以那一個師生關係就破裂 就像夫妻關係 夫妻反目不能正式 那這種情況發生的話 朝廷不安慰 家庭不穩固 所以這是一個悲劇 好 那麼這是三跟四之間的這個關係 這個三被四勸阻 然後呢 三的相應呢 是六 上九 上九 三相應是這個上 上九呢 一樣對他這個制止 所以呢 上九跟六四呢 都制止九三 九三非常的不愉快 根本就不接受截制 想著我就要成為國軍了 你們還這樣截制我 所以呢 非常的不愉快 但是九三能不能夠施展他的這個政策呢 不行 就是不行 所以他非常不愉快 就是不行 所以反目 被九三並沒有掌權 並沒有發號施令的權力 權力還在九五手上 權力還在六四的手上 好 但九三已經不聽你截制 所以在下面呢 不高興反目成仇 作怪作亂造成朝廷的這個動盪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就想到 昆卦的六三 韩章可真 霍從王室 他一樣呢 這個沒有明確的角色職權 但是呢 一心這個為國 所以呢 能夠這個做所有為國家服務的事情 那 這個 前掛的九三 中日前前戲 不是 前掛的九三 也是非常的 這個 謹慎的角色 那就是 在這個 小序掛的九三 不能夠扮演這樣好的角色 好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第四樣 六四 整個小序掛最重要的 人好能力 最重要的角色 就是 截至小王公的老臣 有福 血去 剔出 剔是自己的擔憂 好 血呢 指的是那一個 不好的事情 那一些 這個 需要去截至的事情 這些需要截至的事情呢 被我們截至掉 處理掉了 有福 有誠意 把事情做好 不好的事情 解決掉了 擔憂的事情呢 沒有了 無糾 有福 剔出尚合制 六四 可以這樣扮演這樣的 這個角色 關鍵 絕對是獲得 九五的授權 所以才有可能 對於 這個 初九 九二 截至 教育 甚至九三 能夠在前面 擋住他回惡 作怪 作亂 不到他認清楚事實 不到他了解治國的艱難 不把權益交給他 終於把九三條理好 血去 剔出自己的擔憂 自己的危險 也就結束了 對小巷傳 是尚合至也 因為跟九五 有志一同 那當然 等到 這個 初九九二 九三 這一個王子 他們到了九五之後 就是一個成熟的國軍 這個成熟的國軍呢 那也就是六四的期許 這樣的國軍呢 出現了 成才了 有服務 鸾辱 富以其林 很誠誠懇懇的治國 而且呢 願意跟天下百姓呢 好好的相處 攜手合作 甚至也是跟六四做一個密切的授權 信任 一個結合 做這樣的一個結合的工作 做得非常好 然後呢 這個富以其林 國家的財富 讓百姓來享用 對天下人可以得利 得其福祖 但是我們這一掛的掛詞 不是就九五來講的 是就六四針對初九九二九三的這個節制來講的 所以命運不予自我施交 就是經過了這個階段 當這個小王子成為國軍之後 成才了 所以呢 能夠好好的照顧百姓 這個時候已就下來 有這樣的君王呢 百姓一定可以獲得良好的照顧 良好的生活 可是六四這樣的一個角色扮演這麼辛苦 就是因為九五 當時的九五可以做到這一點 否則六四是非常的危險 好 一旦國軍長大成人 掌權成才了以後 六四的角色就要有所改變 這時候到了上九 九五在位 那上九呢 這個就是六四的大成 年紀大了以後到了這個階段 三四然後這個五六到了這個階段 至於基於基礎上得才 九五的國軍的品格良好 照顧百姓與下下來了 那麼百姓受到了好的政策的照顧 國軍獲得好的名聲 甚至這個大成也獲得好的名聲 但是呢 附贈力 附贈力就是 六四以大成的身份做角色扮演 這樣的角色扮演呢 如果還繼續以苦口婆心的方式去質疑 直詢國軍的話 那就是危險的 因為關係不一樣 以前是老臣對小王子 現在呢 是老臣對國軍 那就不能夠再以這樣的一個口氣來講話 你不能怎樣 你必須怎樣 我告訴你要怎樣 那是非常的危險 這畢竟是一個君臣的關係 越極望君子爭凶 你的榮譽已經很高 你的功勞已經很大 臣就是臣 不能夠滿月 越極望就是最年滿的 再多就溢出去了 就真凶了 所以這個 臣對君 當君在位了以後 當董事長就位了董事長以後 過去教導董事長的 和這些老的企業界 家裡的這些幹部 對新的董事長 講話的態度就要完全改變 其實你的地位已經最高最高 但是你不能夠是圓越 圓滿的 如果這個時候繼續再對 君王領導者 用以前的口氣 太度來講話的話 那就违背君臣之道 那麼是危險的 既與既楚小巷傳說 既得載已大 過去付出的辛勞 好有了今天良好的國軍 的這個收穫 功德非常的大 君子爭凶有所疑也 如果我當了國軍以後 你還是這樣子來對我講話的話 好那麼這個國軍會 非常的不高興 說到這裡突然想到 這個項羽跟那位叫什麼 范征的關係 最後好像就走到這樣子 范征也是口氣嚴厲 項羽也是已經稱王了 這個時候呢關係改變 兩個人角色沒有調理好 所以鬧翻了 鬧翻了以後呢 這個沒有人替他出好的主意 那劉邦呢就得了天下 所以呢 這個君臣的關係 君有君的這個地位 臣有臣的角色 臣能夠節制國軍 是國家之主 但是這個節制 一定要有一個限度 這個限度沒有拿捏好 國軍就算國軍有那個胸襟 旁邊有多少大臣 會出禪言 破壞這個關係 會兩舌破壞這個關係 所以呢 這個臣跟君的角色 在這個地方非常的謹慎 君子征修有所疑也 讓君王疑於你的忠誠 以及 讓周圍的小人 有機會 見風 插針 那這就進入了一個 悲劇 不好的一個 局面 通常大概就是這樣講一個 這個卦 然後我們現在來講這個 鋁卦 那麼 大家看看那個卦象 相名的兩個卦 小序卦跟這個鋁卦 那麼大家看它是什麼樣的關係 錯卦就是陰謠都變成陽謠 陽謠都變成陰謠 重卦就是上下的次序剛好倒過來 1到6的次序倒過來變成6到1的次序 所以大家看到小序卦跟鋁卦 這兩個在卦象上的關係 就是這個重卦的關係 就是1到6的次序倒過來變成6到1的次序 所以本來這個陰謠在第4謠 上下對反以後 陰謠到了第三謠 64卦相名的兩卦 只有這個關係 只有第一謠跟第二謠有這個關係 第二謠跟第三謠沒有關係 沒有卦象上的關係 所以就是說我先把這兩個車子放在這裡 然後呢 再拿這兩個車子放在這裡 每次都是拿兩個車子放下去 那我一次拿了這兩個車子 一定有一個或錯或重的關係 只是這樣子 好 所以呢 這個小序卦跟鋁卦 卦象上有一個重的關係 至於卦名跟內容要談的 有時候相名的這兩個卦 卦名以及 謠詞 或卦詞有非常緊密的聯想的關係 類似的關係 比如說損毅 乾坤 記記以貴記 非常密切的關係 但有時候呢 也並沒有這樣的關係 那麼小序卦跟鋁卦呢 其實就沒有這樣明白的關係 然後呢 又去談另外一個 還是有關係 我們待會還是可以看到 好 那麼 鋁卦 作為鋁卦 是如何定這個卦名呢 鋁卦作為鋁卦 這個 上卦是錢 下卦是對 對 對是喜悅 以喜悅的方式 然後來面對強大的國軍 這樣子 所以好像就上面是天 是錢 是國軍 非常剛正 下面是一個大臣 笑笑的 來看著這個國軍 國軍 個性很剛強 國軍呢 這個作風很強硬 很有威嚴 所以下面的大臣呢 只能聽命行事 只能聽命行事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就是說 這個小虛卦 六四大臣 權力很大 初九九二 乖乖的聽話 九三不聽話 反目成仇 但九三你拿不到權力 所以大臣 還蠻有實權的 當然這個實權 到了上卦 四五上的關係以後 要改變 那麼鋁卦呢 不是這個樣子 從頭到尾 就是一個非常強勢的國軍 在位 然後呢 各遙 的這個 都是大臣 大臣呢 非常的謹小盛文 態度千和越樂 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小媳婦 哲學 裴孝人 哲學 各個在位的大臣呢 都小心翼翼 謹小盛文 伺候這個國軍 遙遠 以免一不小心 這個做錯事情 那麼 惹得國軍 不愉快 被國軍就像 一隻老虎一樣 你要小心啊 不要踩到他的老虎裡 他一生氣 腳一踢 你飛了十萬八千里 粉身碎骨 小心翼翼的 伺候皇帝 的這個 一個廣義 所以呢 好 你要非常謹慎 合宜 進退有序 符合禮儀 符合禮儀 符合禮節 來這個 呃 伺候國軍 所以呂呢 是禮的意思 守禮 有禮儀 有禮貌 的方式 來這個 伺候國軍 而且呢 小心翼翼 就像呂胡偉一樣 所以 以呂称之 意思為 以禮節 來見禮 這是這個 的 卦名 之所以獲得 這個 的原因 就是這樣的 思路 大臣 小心 伺候 國軍 接受 指令 辦事 實踐 這個 扮演他的角色 做完他的這個 執掌 任務 所以這個 掛的這個 掛意呢 和言悦色的去處理事情 符合禮節 一步不敢僭越 我們早上講到 人物誌的 最後四章 誌不敢躍 靈魂 等等 舉不敢躍 靈魂 誌不敢躍 等等 一步都不敢 僭越自己的職權 謹小慎為 小心翼翼 所以可以說是 小官陪笑人的哲學 剛才小旭掛的是 老臣 看門守家的哲學 都是君臣相處的重點 六四 小旭六四是大臣 為設計門 是大官的哲學 旅掛各遙 直接面對皇帝 全部都是小官 你再大的官人也是小官 為自己道良年 保一個職位 為小官的哲學 或者以小官的心態 做官的哲學 小虛掛的六四呢 是大臣 做的位置太重要 做的事情太重要 做的事情是為國家儲財 不是儲財 為國家儲君的 那以這個任務太重要 做的一開始就是大師 為整個國家儲備國軍 直接面對國軍 然後呢 屢掛各遙呢 也是直接面對國軍 但是呢 想的是保住我們的職位 以免被這個懲罰 好 那麼遙續十位 從第一遙到第六遙 我特別會注意這個 是在於就是說 一遙到六遙 有時候是時間發展 從開始到結束 有時候是同一個人 不同的地位 有時候是六個位階 這些不同的人物 這樣在排這個遙續十位 因為故事都在六遙 道理都在六遙 如果我們要跟易經學 為人處世的智慧的話 就是這六遙的排序 裡面有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裡面呢 可能是同一件事情 時間發展到 從現在到最後 從開始到最後 或者是同一個人 成長的不同的階段 從年輕到第六遙 的角色般 或者是同一個事情 六個人 在那邊互相互動 六個遙是六個人物 在那裡互動 這樣我們才能夠把 各遙的這個 急凶迫伏 應對進退的 這個故事 裡面的道 裡面的智慧 整個的吸收 好 呂掛一陰五陽 這個應在六三 小乘利落 為求自保的哲學 不過整個這個呂掛呢 就是六是國君 其他各遙呢 都是臣 而這各遙的這個臣呢 等於就是說有六個人物 在跟國君相處 知道 五個人物 在跟九五國君相處 知道 這五個人物呢 第一遙 第二遙 第四遙 都小心翼翼 就是第三遙 起衝突 然後呢 有一個第六遙 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快樂 非常的懂得 伺候這隻老虎 所以呢 過得非常的舒服 一二四 那個笑 是嘴巴在笑 但是臉部在抽筋 因為他覺得很恐怖 這樣子 但是第六遙呢 上遙呢 他在笑 而且他笑得很自在 因為他非常清楚這個國君的個性 他招呼的好好的 伺候的好好的 然後有一個第三遙 不懂事 好勝 挑戰權威 形成衝突 好 各位朋友 出世的永遠是第三遙 當你是地方基層主管的時候 好 好 你能夠忍耐 圖大業 謹小勝人 再大的壓力到你的肩膀上 你有那個理想 你都承受得住 第四遙更是如此 好 好 根本你不能夠隨便動搖 因為你就在國君的旁邊 而且跟你同僚的這一圈 各個都是高手 你不小心都不可能 但是第三遙 你還沒有到第四遙 你看不到那麼多厲害的人物 你已經離開第二遙的位子 你目前手上沒有權力 作亂的都是第三遙 危險的都是第三遙 二多遙 四多聚 三多凶 五多功 好 不過 這個旅逛的政治環境 其實是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 只是這個國君非常的強勢 國君非常強勢 有點像我們在人物誌看到那個林凱之人 能力強 意志剛強 指揮所有的遼暑 克其制勝 下達辭令你必須立刻完成 沒有任何的折扣 所以大家就嚇得再死 大家就像小媳婦一樣 然後呢 國君交代手就立刻趕快做好 像這一類的軍王 這個國內呢 並沒有什麼政治上的動亂 因為老大非常的強勢 勘得緊緊的 官不聊生 做官的很苦 但是國政呢 倒是一個穩定的局面 所以其實呢 也是算是一個蠻好的環境 好 掛詞 呂 呂虎尾不敵的人 哼 一二四六 都在跟很容易發脾氣暴怒 呈治官員的國軍相處 其實都在伺候他 都小心翼翼的 把他弄得很舒服 就算不小心踩到他的尾巴 他也沒事 不會把你咬了 因為他被你照顧得很好 所以 有四個咬 都謹小慎為 卑躬屈膝 小官伺候皇上 哼 是這樣的一個局面 那該謹慎就要謹慎了 一不謹慎其中有一咬 六三咬 就非常的 這個傑傲不許 結果自己惹禍上身 好 這是掛詞 拐篆解釋這個掛詞 呂 這個柔呂鋼 那麼這個下掛是對掛喜悅 也是柔順 那麼上掛呢 是這個前掛 是鋼 鋼牆的 悅而應不前 所以我說拐篆是後見之女 反正掛名已經定了 我們談鋼 然後呢 我就從上下掛的掛得 來發揮隱身一下 稍微沾點了邊 說這個掛的真質 悅而應不前 悅就是對掛對下掛 前呢就是上掛前掛 好以喜悅的態度 也就是裴孝琳的態度 孝兮兮的謹小慎為 也對你做了非常多的這個伺候 然後端茶給你喝 這樣 那不小心這個茶打翻了 皇帝也不會生氣 照顧了一整天 照顧了一整年 然後拿一個公文過來 一不小心公文掉到地上 欸!怎麼搞的 就這樣沒事了 這樣子 因為是自己的 呂不畏 這個不諜人 亨! 剛中正 呂地位 而不久 光明了 其實這個九五是個厲害的軍王 威延太深 臣子自己 太害怕 但他不是一個不明事理的軍王 不是一個亂來的軍王 他只是責任太重 壓力太大 因此管理的過於嚴厲 呂地位而不久 光明了 他也沒有幹什麼壞事 也沒做什麼錯事 就是非常的有威嚴 導致這些官員呢 大大小小 都怕得要死 這樣子 好 這是這個 判傳 大象傳 上天下辭 那就是什麼 上掛是錢 下掛是對 卦象就畫出來了 蛇掛 卦象就畫出來了 好 君子以便上下定名制 這是所有大象傳的一個固定的道德教堂 講君子要怎樣怎樣 那這句話永遠是對的 所以有六十四個大象傳 就是六十四個治國的原理 君子之道 也可以說 跟論語裡面講的 都是同樣類似的東西 好 便上下定名制 上上下下什麼官員 什麼執掌 做什麼事情 什麼時候做事 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規規矩矩定存 然後呢 官員治理 天下 把天下治理好 把百姓照顧好 安百姓的心 讓百姓在這個國家裡面 受到良好的照顧 願意待在這個國家 做這個國家的人民 不會遷徙 要安民心 好 大象傳這個講完之後 那我們就進入六搖 學易經的智慧 就是學六搖的祈修過 不同的話 有不同的故事 主題 環境的情境 以及人物的應對 進退的邏輯 好 這個 九五 一個剛強的國軍 在上位做領導 好 這樣的一個領導呢 好 對於初九 剛剛進來 做個小官 做個基層的職員 的 年輕的這個辦事員 這樣的角色呢 肃離網如舊 規規矩矩 依照我的角色執掌 做我該做的事情 好 而且是肃 就是專心 這樣子 不會走旁門邪道的路 也不會 好勝好保險 該做什麼 笨笨笨笨 規規矩矩 做到位 一個剛剛進入集團的新人 用這樣的態度 永遠是對的 而周易呢 有六搖的初搖 永遠都是告誡 大家要用這個方式來扮演角色 人家叫你做什麼 就做什麼 是來做事 是在學習的 不是來表現的 那如果第一搖 一進來 就有重責大任要表現的話 其實那說明了一個道理 就是公司要垮了 你進去了 才會被委以重任 國家要亡了 你當了一個 才剛剛進去當一個小聚員 才剛剛進去入部隊 當一個小士兵 就受到重責大任 只有國家快亡 公司快倒的學生 正常的情況下 第一搖進去 就是學習 聽話 不要表現 速旅予亡 規規矩矩 本本分分 扮演自己的角色 不會有糾難 小象傳說 素女之王 那這個方式來扮演你的角色 在這裡活動呢 獨行願語 你沒有去寄望太多別的東西 沒有去想一步登天 沒有去想 我要參加哪一個集團 加入哪一個幫派 然後幫這一派打那一派 幫那一派打這一派 都沒有這件事情 自己一個人 本本分分地就定位 不管其他人想什麼說什麼做什麼 好 我就是本本分地扮演我 初入格局者的角色 好 九二呢 是地方主政的官員 好 對他來說呢 他已經手握基層的權力 他依然是首禮 呂呢 就是首禮節 合於禮節地扮演自己的角色 實踐自己的責任 這樣子 旅道 坦坦 憂人與真子 憂人通常是關在監牢裡頭的 但這裡應該不算是關在監牢裡頭的 就是一個低調行事的人 不張揚 因為國軍太嚴育了 你不張揚 你本來該做的事就很多了 所以本分地做該做的事情 然後呢 我本來就被拔著做地方的這個小官員 我有我手中的職權 可以做的事情 我就做就對了 旅道坦坦 該怎麼做非常的清楚 你碰到一個厲害的國軍 很厲害的場官 該你做的事 你非你做好 不該你做的事呢 你也無需多表現意見 但該你做的事沒有做好 你一定會受懲罰 那九二呢 就是把自己該做的事做好 然後呢 國軍也不會額外要求你 旅道坦坦 守本分的人 低調行事的人 憂人真己 小將傳說 終不自亂也 雖然國軍非常的嚴厲 但我有能力守住我的職位 把我該做的事情做好 我還是非常安全的 這時候大家想的是 保住自己的官位 安全不安全 而不是能夠大開大閣 能夠成功立業 很抱歉 那件事情是國軍在幹的 國軍雄才大力 推動各種的政事 分配工作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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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大家好好辦事 所以國軍是雄才大力的事 其他所有的幹部呢 不要去想自己什麼樣 揮黃腾打 攻城營救 把本分的把自己 該做的事情做好 不求名文 不作秀 以隱世自居 行事作風低調 把事情做完就好了 不用宣揚 被出九 被出九 董事 九二 能夠承擔其重任 董事 六三呢 這個陰謠 這個陰謠 具陽味 這個 總之六三被設定成為一個 好勝 不明事 魅於環境情勢 的小人 苗能事 博能履 履虎為別人凶 五人為宇 大君 看不清楚 以為自己看清楚 其實你根本就瞎了一隻眼 到苗 然後呢 腳不好 跛腳了 走路本來就不快 那你以為自己也能夠快跑前進 錯了 你沒有那個實力 你又沒那個見識 然後呢 你又要去挑戰權威 指責國軍這樣做不對 那樣做不對 請注意 這個國軍 是雄才大力的軍局 是英明的軍局 同時是一個非常嚴厲 非常有威嚴的國軍 那你自己見識不明 實力不足 還要挑戰國軍的權威 屢不畏 別人凶 五人為於大軍 粗魯的人 想要扮演領導者的角色 跟領導者挑戰 跟現有的領導者挑戰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成功的事情 苗能事不足以勇於 看不清楚見識不足 博能屢不足以行 你博了一隻腳 你當然不是不能走 但你絕對走不如正常的人那麼快 表示你能力不及 所以遭受這個 諜人之兄 為不當也 這個標 標點頭有點錯 諜人之兄 為不當也 就是你站在一個錯誤的位置上 做了不該做的事情 然後呢 你就受到了懲罰 古人為於大軍 你自己 以為自己很強 至剛也 你有那個剛強的欲望 談不上意志 理性的 意志叫做意志 不理性的意志叫做欲望 只能說你有欲望 不能說你有意志 這個志呢 只能說是一種欲望 欲望太強 五人為於大軍 好 這是大象傳 不是 這不是大象傳 這是那個小象傳 第三搖的小象傳的說明 好 我們看第四搖 第四搖 我們說 旅掛呢 初九 九二 九四 都是 國軍下位的小官 好 那麼都 井井甚甚 非常的本分 初九呢 其實沒什麼事情 只要你不亂 就沒什麼事情 因為你位階太低 九二呢 角色其實容易太低 因為你執掌非常的明確 你是基層的主管 九四呢 角色難拌 因為你最近軍位 這麼近軍位 你整天都跟他互動 九四呢 你們每個月開一次會 到朝遥遠的地方到中央 一個月見一次明 看位就回去 就那麼幾分鐘時間講話 所以呢 不容易被罵 九四就不一樣 每天開會 每天講話 就是皇帝身邊的祕書 呂古尾素素中期 謹畏恐懼 因為你整天都有可能 觸犯他的龍虚 踩到他的虎尾 樂虎虚等等 所以非常非常的謹慎 因為非常的謹慎 不自大 不好勝 所以最終呢 安穩地把這一個大臣的角色 扮演好 把握一個原則 聽國軍的話 國軍就是比你有智慧 這樣子呢 你就不會有人心 第二個原則 認真辦事 交代你的事 一定要辦好 沒有交代你的事 你知道的事呢 請注意 也得辦好 因為你是第四 你不是第二 不屬於你執掌的事 沒有你 沒有交代給你的事 第二要不做回事 第四要不做回事 因為到時候皇帝發現 這件事情 為什麼沒有人早發現 沒有人早告訴我 那你早幹什麼去 你早就知道 但是你沒有幫忙把這件事情 收拾掉 那你還是非常的危險 所以 沒有被揭露的事情 沒有被分配到你手上的任務 但是你知道 你知道 你就得做 做完以後呢 做完以後就結束 不要聲張 千萬不要在外面公開宣揚 好 我們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我把它結束掉 那就表示什麼 你很厲害 那國軍對你會有忌憚 所以呢 不要髒 也表示什麼 我們的單位 發生了醜陋不甘的事情 這使得我們單位的主管呢 臉上明光 如果他的上面還有更高的主管的話 他也會被譴責 對單位裡面有不好的事情 你是第四要不 就要把它收拾掉 收拾掉以後完全不吭聲 久了以後哪天國軍知道了 國軍會認為 你本來就應該這樣做 你才是我真正最放棄的幹部 我都已經給你這麼多權力 你本來就應該這樣做 我們心心相應 君臣之間心照不宣 這樣做就是對 不要張揚 更不能夠邀功 對於第四要就是要這樣代言角色 因此塑塑 謹未恐懼 那如果是好的事情該做呢 那你當然要做 而且呢 絕對不能夠做失敗 你也就是有這個能力才到第四 第四要對外 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 享受這麼高的榮譽 地位 就應該有這個能力 負責到你手上 交到手上讓你負責的事情 就必須有能力完成 沒有能力完成 不要做第四搖的位置 做了第四搖 還把責任往別人推 做了第四搖 碰到壞事還不能夠解決 那你是故人怨 大家都怨恨你 大家都討厭你 就是最糟糕的角色 對第四搖角色非常不好辦人 非常謹慎非常小心 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的危機的世界 終極 速速終極以至行 該辦的事情 他都辦得好 都能夠把它處理好 九五 九五 怪旅 真利 怪旅真利 貴真當也 好 就是 怪強勢 用力過猛 國軍 向林凱之言 要推動政務 索性國家底氣雄厚 可以讓你這樣折腾 如果國家底氣不雄厚 奄奄一息 你這樣折腾兩下呢 可能正好就把國家玩完了 所以呢 九五這樣的一個折腾 因為你有這麼多穩固的大臣小臣 大官小官 聽你指揮 所以你可以這樣折腾 可是呢 這畢竟是危險的事情 如果底氣差一些 那些官員承擔不起 很多業務就空掉 敌人就會乘虛而入 所以 過於強勢的領導呢 其實是危險 但是你還能夠這樣子而不倒呢 因為你是國軍 如果你不是國軍 而是其他等級的大臣的話 用這麼強勢的方式來帶人 帶領部署 你的同事呢 會找機會對你落井下石 你的部署呢 會給你打報告上到你的軍王的那 說你虐待部署或怎麼樣 那就更 那就非常的危險 但是因為你自己是皇帝 一切權力來自於你 所以你有一個 這種法律上的正當性 因為你有正當性 所以你可以這樣折腾你的部署 有本事你來做這個官 沒本事你就算了 我換別人做 只是這樣做法很危險 如此而已 好 上九 我們看初九 素 然後九二呢 好好的做他的事情 把事情扮認真的做 語道談談 這樣子 一直到六三 才這個五人位於大軍 想要跟這個蝶虎尾 然後兇跟領導者起衝突 但是九四呢 又非常的聽話 塑塑真吉啊 所以初九九二九四 你也可以說他們是同一個人 初九的時候這樣 到九二的時候這樣 到九四的時候這樣 如果你前面三個階段 都是這樣來伺候這一位 雄才大略的殷主的話 等到你年長了以後 就算繼位的君主 還是這一部德性 這種個性 那你也都已經把他們處理了 士旅考降 齊學元吉 元吉在上大野慶 表示這個上九呢 這個已經 非常了解 這個個性剛硬的 國軍的各種各樣的個性 他什麼招我都能夠 回應 處理的很好 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九四那樣的一個 處理的原則 交代我手中的事 再難我一定完成 完成以後功勞歸於國軍 沒有交到我手上的事 只要是我知道 跟國家有關的事 而且是不好的事 我一定立刻把它消滅 我就是國軍 代理國軍 執行這個任務 如果不把它消滅 小事變大事 變成國家的災難的話 追究下來 我還是有責任 我們這些大臣都有責任 如果都能夠這樣扮演這個角色 那麼當你到了上九個階段呢 你跟國軍的關係 水乳交流 他完全信任 而且你已經從 中央官員的第一線 退到了第二線 第四遙是第一線 第六遙是第二線 沒事就不會找第六遙 第一遙 國家有難 輪不到他來討 國家有喜慶 輪不到他來得獎 第六遙呢 國家有喜慶 一定會請他出席 一起慶功 國家有難呢 有事情呢 也輪不到他來討 除非 國家快要滅亡 外敵侵入 發生了戰爭 到第六遙 以老將軍的姿態 站在這個城門前面 振奮人心 全國人心受到了敵務 敵人為之喪難 就跑掉了 這種情況下 才需要請出第六遙 否則最多的時候 第六遙都是只要享受就好 否則你如何跟第五遙相處 否則要二三四遙這些幹部幹什麼 所以第六遙呢 就是快快樂樂的過日子就好了 好 市旅考降其選元吉啊 看著我過去對於國軍的相處跟伺候 怎麼做都是對的 怎麼做都是吉祥的 對我獲得了一個非常安穩的 這個退休前的這個階段 第二線的階段 等我完全退休之後呢 我又可以安詳晚年 大有慶爺 好 這是這個 旅掛的結構 對於旅掛跟小敘掛還是有類似的地方 都是講臣子跟國軍的關係 小敘掛呢 大臣截至國軍 旅掛呢 小官伺候國軍 這兩個一對比還是非常有關係 對於周易永遠都是兩個掛一起 兩個掛相上有關係 那麼掛詞跟搖詞呢 常常也會有一些關係 那這兩個掛文字上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那個道義上道理上呢 還是很有關係 好 那我們下課休息一下 好 我們繼續講 剛才大家敲的這兩個掛 格掛 格掛就要跟頂掛合在一起 看 格掛跟頂掛 從搖相的關係 又是一個上下對反的掛相 格掛 格掛 六二 上六 我們看頂掛 這個上六變成出六 六二呢變成九 變成六五 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上下倒掛 縱掛 周易的六十四掛的掛序的排列 在掛相上只有這一個關係 沒有其他的關係 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從掛相到掛名 就是一個聯想 這個聯想呢 有 主要兩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 上三搖跟下三搖 所象徵代表的事物或概念 或角色的聯想 上下組合的聯想 第二種方式呢 從整個六搖的掌相 或者是聯想的意義 去做聯想 那麼格掛呢 下掛是火 上掛呢 這個是對 下掛是鯉 鯉為火 上掛呢是對 對是澤 湖泊 澤 澤呢 也是水的意思 澤之所以為澤 從掛相上 你可以這樣想 下面兩個羊羊 很實在的泥土 上面的泥土呢 中空 所以水會聚集在上面這個地方 所以就是湖泊的意思 澤 但澤也是水 下掛是鯉 鯉中虚 鯉為火 下面是火 上面是水 水燒火 火燒水 會把水給燒乾了 所以呢 等於是會把這個不好的東西呢 給它改革掉 所以格掛呢 是講格除不好的東西 那當然格掛呢 革命也是這個格 不過在易經 這個 階層體制的思路一頁 不容易講革命 比較容易講的是 改革 因為還是一個體制內的改革 至少在這個 格掛 這個 內部呢 是一個體制內的改革 當然周圍有其他的掛 是整個 新的集團 近戰於舊的集團 那反而比較有革命的意義 不過 那時候在談的重點呢 是這個過程 這個變化的過程 怎麼進行 好 所以從掛像語 德掛語 就是火 燒水 把水燒乾 那麼 把這個 不好的事情 格除掉 變革 舊的東西 不好的東西 把它格除掉 那麼在這個掛語講的呢 就是這個 漸進的過程當中 格除不好的東西的過程當中 六個不同的這個階段 大家不一樣的這個 反應 六個不同的位階 對於 改革這件事情 大家不同的這個 應對的這個角色 因此就有不一樣的 疾胸禍腐 的 差別 所以是同一件事情 改革 從初到後 的六個不同的階段 或者六個不同位階的人物 面對這個改革的事件 他們的反應 我們看掛詞 掛詞呢 以日乃福啊 福是這個獲得信賴 誠懇的意思 緣坑力爭 你毀福 那麼這個以日呢 可以有兩個意思 就是已經到了可以改革的時候 你才能夠去改革 改革呢 才可能成功 受到信賴 付托 授權給你 你才可能成功 至於百姓呢 你要真實的改革 改革 要真正的落實完成 百姓呢 才會感念你 才會信賴你 改革沒有真正的完成 百姓呢 還是對你非常有質疑 既然國政 也是要改革的地方 那麼就應該去改革 改革了以後呢 百姓重新過好日 才會信賴你 那如果呢 沒有好好的做這樣的改革的話呢 百姓不會信賴 但是改革不容易 因為既得利益者階級 肯定是盤踞各個環境 被改革呢 一步一步 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不是那麼容易改革的 一直到第四遙 才真正獲得了上下的信任 授權實施的改革 從第一遙到第三遙 都不是改革 可以實踐 或可以成功的結果 到第四遙 才完全改革成功 所以改革是一個 循序漸進的過程 好 以日乃乎啊 到了改革 環境成熟 你才可以從事改革 因為這個時候呢 大家信賴 就不會有衝突 衝撞或者是戰爭 直到改革完全落實了 獲得百姓的信賴 圓坑力爭毁 該改就要改 不改是不行 不改呢 最后百姓就要 那可能就要革命 就是要鬧翻 或離開你這個國家 那個時候就來不及 就後悔 所以有不好的環境 我們就要改善 那麼一個社會的環境 沒有永遠的好 一個缺點改了以後呢 又會有別的地方 新的缺點 本來沒有缺點 因為你科技發展 配合不上 又是有缺點 又要改革 本來沒有缺點 因為經濟條件好 大家希望過更舒服的日子 你本來沒有缺點 但是沒有辦法過更舒服的日子 你又得改革 所以呢 這個與時俱進 環境永遠在變 所以永遠要適應環境 提出改革 所以改革呢 是一定得做的 不做呢 就會後悔 做了就無悔 不會後悔 好 段傳說明卦詞 隔水火相襲 水在上火在下 所以呢 火會把水燒乾 這是隔卦的 卦名形成的最重要的一個思路 然後呢 二女同居其智不相得 怎麼叫二女同居呢 這個 從三搖卦來看 好 那麼 三搖 一個陰搖的 就是女生卦 一個陽搖 兩個陰搖的 就是男生卦 那麼 這個 一個陰搖 兩個陽搖的女生卦 總共有三個 一個陽搖兩個陰搖的男生卦 也總也有三個 另外是三個陽搖 那是爸爸 三個陰搖 那是媽媽 好 然後呢一個陰搖 兩個陽搖的呢 陰搖在最下面 就是老大 長女 陰搖在中間的 老二中女 陰搖在最上面的 少女 因為一經是從下面往上 長在下 少在上 一個陽搖在下 兩個陰搖的 就是陰搖 陰搖 陰搖呢 是這個 長男 一個陽搖在中間 兩個陰搖在 一跟三的 就是砍卦 砍卦是中男 一個陰搖在最上面的是 梗挖 梗挖是少男 一個陰搖在最下面的是 遜蝦 長女 一個陰搖在中間的是 這個 黎挖 中女 一個陰搖在上面的是 對蝦 少女 對長男 中男 少男 長女 中女 少女 好 我們看 隔逛 下逛 一個陰搖在 第二 所以她是誰的 二姐 上面呢 陰搖在最上面 所以她是誰呢 小妹 這個 二姐跟小妹 兩女不同心 兩女同居 旗幟不相夺 這是担鑽 後見之明的一個說法 好 所以她們不能夠 固權大局 要爭個大小 所以不能夠 倾心合作 我要改變你 你也要改變我 所以呢 大家呢 不能夠好好的相處 約格 好 以日乃福 格而信之 文明以悦 大亨以政 格而當其魁乃無 乃王 這樣子 這個 文明以悦 以日乃福 格而信之 我剛剛說過有兩個意思 醞釀成熟了以後 才能夠獲得信任 改革才能成功 否則你都會有阻力 改革完全落實了 百姓感念你 信奈你 留在這個國家 不會發動內部的革命 把王朝推翻 所以以日乃格 文明以悦呢 這個 下掛是 梨掛 梨掛是火 象征文明 上掛是對掛 對掛是喜悦 所以文明以悦 這個蠻後見之明的 以上下掛的 抽象象征意義 作為它的掛格 來做一個再發揮 就碰巧而已 但是也似乎有道理 文明以悦啊 想要追求文明 然後讓百姓喜悦 因此我們必須做 該做的事情 大亨以政 隔而盪 其毀乃無 如果不改革的話 那麼 將來就會後悔 人民會離開 或者是會推翻你這個政權 那就是後悔來不及了 好 天地隔而四十成了 順乎天應不忍 湯武革命 革之日十億大以災 湯武是革命 不過我說 隔掛六搖的情況 不像是革命 像是內部的改革 被探傳呢 後見之明 但有時候話會說過 探傳本來就是解釋 掛死的 天地隔而四十成 這是一個改革 湯武革命呢 就真的是革命 革之日十億大以災 周易六十四卦的 湯傳 講十億大以災 非常多非常多 怎麼講都是十億大以災 那是十億大以災 有沒有道理呢 有道理 因為他都是就一個掛名所定的主題 來談這個主題 放在整個社會政治環境 會有什麼樣的急凶的現象 然後我們應該採取怎麼樣的 應對進退的方案策略 所以呢 也就是與時俱進的一個做法的提醒 建議 所以 不管怎麼說 都是十億大以災 就是 這是符合時代的需求 符合環境的需要 符合大環境在改變的時候 我們應該提出的做法 好 這是探傳 大象傳 則中有火 有 則對 在上 火 離 在下 則中有火 格 把它背下來 格掛的掛象就清楚了 那 三搖的八掛的自然象徵意義 那我們要記守 不過也不用記 就是多看了幾個掛之後 你不記守也不可能 自然而然就記守 則中有火 格說明了它的掛象 長的什麼樣子 上則 下禮 君子以智利以明時 立法整治好 不為農使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 到立法弄對了 什麼時候農作物 該做什麼事情 國家 春天夏天秋天冬天 不同的季節 不同的月份 該推出什麼樣的政策 照顧百姓 那麼就能夠把國家治理的事情 這個治理的好 好 學習易經 永遠是要學習 六搖的智慧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就在六搖的情境裡 而所謂六搖的情境呢 就是我們在社會的階段 或者我們在一件事情 發展的初級階段 中級階段到高級階段 所以從六搖裡面 抗其胸或骨 就是我們學習易經的 應對進退的智慧 初九 拱用黃牛之格 小巷傳說 不可以有為原 我們要改革 但是呢 改革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前面要說 以日難提 進入這個社 進入這個公司 或進入這個政府 或進入這個政黨 發現呢 這個要實現我的理想 首先必須把它內部一些 不好的事情 改革掉 但是呢 沒有那麼容易改革 所以剛進來的時候 我固然有理想 有抱負 但是呢 我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就像用黃牛的皮 把自己緊緊的綁住 把車子緊緊的綁住 讓他不能動 你一進來一個新人 就說要改革 第一沒有人聽 第二 有人要害你 沒有人救你 所以千萬不能夠做 任何的這個 改革的事情 也不要在這裡大鳴大放 沒有人願意聽 有些人聽到了準備害你 而你沒有靠山 沒有人想要救你 你也不知道值不值得救你 你這麼冒進 不是一個沉得住氣的人 然後呢 這個不能夠好好的摘平 而且傷你的人 不見得是壞的 搞不好是好的 因為覺得你不能夠摘平 或你不能救 你現在這樣子大咧咧地講 反而把事情會搞得更扭曲 職二不好學 這個騎亂也講等等 把事情搞得更扭曲 更不好 所以小巷傳說 這個時候的情境是 根本不能夠有所為的 這是對所有新人的一個警惕 命運一定是如此 原則一定是如此 不過我常常覺得 這種話很難對年輕人講清楚 尤其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通常聽不盡這樣的話 但是這就是一個 已經階層管理哲學 告訴我們的一個定律 好 六二 以日乃格之讓 征集無咎 我不認為到六二的階段 他就已經推動了這一個改革 合理上來講是 六二終於明白了 那麼初九呢 他不平等 但是呢 他被限制住了 他被別人綁住 被整個環境的機制限制住 所以他不敢推動 而六二呢 自己有了一個位子 也覺得 我目前在我的本位上 把該做的事情做好 這樣才是最重要 鞏固基層 不要去推動高層的 全面的改革的事業 等待時機成熟了以後 我才去改革 那個時候 我出手 做的任何行動呢 才會吉祥 才會無咎 所以小巷傳說明 你等到那個時候 才去改革 你的行為 才會獲得成功 被加賞 被肯定 被這個 能夠獲得大家的信任 而真正把事情完成 好 如果按照一個 持續發展的過程 六二就是一個 成熟的 準備未來要改革的 基層的幹部 但是他並沒有用手 九三 爭修 爭利 隔眼三舊 有福 也是在提醒 但是九三更急迫 因為看到的事情更多 更嚴重 覺得可以改革的時間呢 更少了 所以更加的激動 更加的想要去推動改革 但是呢 還沒有溝通好 上層呢 太多利益階級 盤根錯節 好 所以千一反而動全身 你必須做非常多的疏通的工作 檯面下的溝通的工作 要不斷的溝通 不慣的溝通 隔言三舊 溝通一遍不夠 溝通兩遍不夠 溝通至少要三遍以上 把你改革之後的配套措施 說清楚 講明白 否則你的改革就是抄我的家 那我絕對會一致 而你的改革呢 是讓大家都能夠過好日子 我一樣呢 不會受到損害 那麼我可以支持你的改革 所以要做非常多的溝通 有福有誠意 誠誠懇懇的溝通 所以到九三 也並不是他去進行改革 是提醒 如果這時候貿然行動 是危險的 有凶險的 如果你到這個時候 那你初九想要改革 被人家束不住了 到了六二呢 你把基層該做的事情做好 到了九三呢 你不斷的進行溝通 到了這個位階 你還願意這麼誠懇的 來跟大家溝通的話 將會取得大家的信任 願意配合你改革的建議 所以這個時候是 要繼續工作的時候 但是呢 仍然不是改革的政策 推行的時候 如果你能夠隔延三舊 不斷地進行溝通 去做更多的配套措施的規劃 好 那麼你是有可能成功的 又何之一 那成功何難之有呢 還是有可能成功的 那這個時候呢 是不適合立即出手的 因為上面還是盤根錯節 任意的出手 你會有危險 並且你的位階 並不是主管的位階 你沒有職權可以直接指揮 二是主管 四是主管 永遠要記得這個邏輯 三不是主管聚會 好 九四毀無有福改命 即 到了九四才真正到 可以進行改革的階段 你的地位 中央的大力 你的改革的觀念 已經溝通了很多遍很多遍 並且呢 你獲得國軍第五遙的 充分的授權 所以推動這個改革 因此將來不會有後果 如果不推動這個改革 將來會有後果 因為國政遭下去之後 人民無法承受 無法忍受 要么離開 要么國民推翻 被有福改命 既獲得既得利益者階級的 同意 信賴 又獲得主管 領導者 第五遙的授權 於似乎可以改命 可以去進行這個改革的工作 即 小巷傳說 改革之即 性智也 大家 信賴 你的誠意 對於你的改革的動作 知道你不是只是要抄我的家 滅你的族 你確實是要 也讓我 不要再活得這麼 膽戰心寒 而且是要 讓更多的百姓 過好的生活 就算過去我自私之力 沒有想那麼多 但我也不願意 被抄家滅族的情況下 來支持你的改革 現在我也可以信賴你的改革 好 我少得一點 然後讓改革順利完成 國家安全已度過一個危機 對大家而言 都是有好處的 性智也 因為前面什麼 格言三九 前面沒有爭 否則就是凶人 好 九四能夠做到了 這樣的一個成就 當然是因為 九五國軍的授權 領導 所以呢 才能夠順利的執行 但是執行了以後呢 請記住一個原則 第四搖做事成功以後 功勞是誰 一定是第五搖 第五搖如果不讓你授權 撤走甚至陷害你 你根本就沒有機會 這也是第五搖的授權 是第五搖自己願意改變 大人虎辯 他願意改變 登高一呼 但是這個登高一呼 也等待了相當的十日 做了非常多的溝通 好 國軍旁邊的王公大臣 既得利益者皆齐 過去幫助國軍登基的 這些大臣老臣 盤根錯節的種種關係 都已經溝通 疏通好 才公開的宣誓 當國軍公開宣誓 要進行改革 而讓第四搖去推動改革的時候呢 這個改革已經水到渠成了 被前面的階段做了很多的工作 因此 國軍的宣誓像虎辯一樣 到虎的這個皮毛 非常的燦爛 非常的光彩 奪目 國軍呢獲得了最大的能力 所有的功勞 在國軍身上 感謝國軍 請注意 國軍獲得功勞 就是第四搖 最大的安全的保障 國軍沒有得到這個榮譽 就是第四搖 最大的危機 對於大人不變 國軍公開宣誓 然後我是第四搖 我去執行 國軍的改革的政策 我會有什麼危險呢 不會有危險 未沾有福啊 不用沾事 用做到這一個姿態 做到這一點呢 肯定是好事 小巷傳大人不變 其問秉語 國軍自己公開宣布 本單位的改革 本公司的改革 國家的改革 那音定錘 一錘定音 這件事情就這麼定 大家心甘情願地照個做 再不會有檯面下的小動作 而這個局勢呢 不是下面一二三四搖 費盡千辛萬苦 想要努力 能夠得到的局面 所以最好還是最高位的領導者 自己宣布 國家要走新的路 公司要走這個路 單位要做這樣的改變 所以領導者呢 就是要決定政策 要承擔政策 所以一個人擔任一個集團的領導者 你沒有政策的觀念 不確定要把這個單位 帶到哪裡去 那你千萬不要去做這個領導者的位置 否則呢 你就會害了這個團體 甚至呢 你自己呢 會受到極大的屈辱 這個太上不知有之 其次輕而欲之 其次未知 其次無知 被人家這個侮辱 做那個領導者 為什麼會被侮辱呢 你沒有能力 該改變的時候 你沒有宣誓改變 九五就是該改變的時候 宣誓了改變 所以呢 眾人矚目 改革成功以後呢 功勞當然是他的 每個人一開口就說 主席說什麼什麼 每個人一開口就說 老闆說什麼什麼什麼 改革成功了以後呢 那功勞還是記在老闆帳上 所以呢 光輝燦爛磨目 好 這個 君子暴變 小人革面 爭凶 居爭急 到了第六搖的階段 可以說他就是過去 被改革的那一群 季度利益就接起 到了後來 他們也配偶改變 接受這個改變 所以 國君呢 是大人鼓變 這些王公大臣 舊勢力呢 是君子暴變 抱的花紋沒有 苦的花紋 那麼鮮明 亮麗 但是呢 也是很美麗的 也就是說 你們也接受了改變 沒有出來阻撓 也獲得了好的名聲 小人革面 小人革面 本來你是 讓民眾 厭惡的 既得利益者 階級 現在 你自己配合了改變 你自己也洗心革面了 所以呢 你一樣可以過好日子 這就是前面講的 配套措施做法 你不是要奪我的權 不是要抄我的家 滅我的足 而是 在保持我的既得利益的情況下 那我也損失一點 配合國家政策的方向 所以呢 我也得到了好的名聲 但我確實做了改變 好 做到這樣一步 地步了以後呢 就要大家相安無事 不要再去追究責任 不要秋後比算賬 不要做這些事情 爭凶 居爭 己力 改革者集團 不管是第四腰還是第五腰 對於 第六腰 對於舊勢力 只要他們配合改變 這樣就好 不要去 改變成功了以後 他們接受了你的改變 也讓出了一些利益的以後 變成沒有相對弱勢的族群的以後 沒有之前那麼強烈的 對這個勢力的時候 你對他們秋後算賬 這樣會激起民變 激起新的重大的政治問題 這種事情是沒有必要做的 爭凶居爭己 改革已經成功之後 就不要繼續追討殺法敵人 其實也不是敵人 都是自己的 國人 小巷傳說 君子抱變其文未言 也是非常有能力的事情 小人革命 革命順以從軍 這也是對於國軍的一個順 所以大家都得到了好處 大家都安全下台 那就是因為改革從初九 這個公用黃牛之國 沒有動作 六二呢 願意耐心等待 把基層該做的事情做好 到了九三呢 能夠不斷的溝通 做非常多的溝通 把本來的衝突呢 變成談判桌上 討論的一個話題 大家話打開的說 就不用打架 不用政治鬥爭 到了第四遙 正式的去執行 君王的命令 而國軍呢 公開的宣布改革 而這件事情就可以達到一個 美好的結局 好的局面 好 這是格掛 我們再來看頂掛 格掛呢 是對舊勢力的 這一個 格主 頂掛呢 是知識分子 君子 對自己的缺點的格主 也是一個自我培養的一個掛 頂掛呢 他的這個 掛像 好 跟 掛名之間的關係 是從全掛的掛像去想 跟 格掛呢 是從 上下掛的自然象征意義 也就是 則在上 果在下 火 把水燒乾了 格除旧的不好的東西 的思維的模式是不一樣的 頂掛 直接從 這個 六搖的形象 擺出來以後 就像一個 古代 主東西 主食物的頂 頂 下面呢 是 這個 兩個角 那麼到了 第五搖呢 是那個耳朵 能夠提起來的東西 所以整個 長得就像一個大頂 中間三搖呢 就是那個大肚子 所以呢 這個頂掛呢 就講 煮食 煮東西 給人家吃 隱身的意思是什麼呢 君子培養自己 充實自己的內涵 把自己的壞毛病 壞毛病丟掉 充實自己的內涵 然後呢 將來為社會所用 在這個為社會所用的過程當中呢 你還要謙虛 你如果不謙虛 你是個人才 社會依然 沒有機會 用你 所以 講的是一個 君子自我培養 而為社會所用 的故事 這個自我培養 從第一搖 第二搖 第三搖 第四搖 到第五搖 到了第六搖 才完完全全 達到一個最高的 完美的境界 人家非常好用你 怎麼用你 都可以 你非常謙虛 非常客氣 讓自己能夠為人所用 中間的階段呢 人家都不好用 你自己還沒有完全培養成熟 以及你 專業能力還沒有成熟 然後呢 應對進退的態度呢 還不夠懂事 所以人家還不太好用你 好 我們再看一下 掛名 全掛的形象 類似性 來講這個頂 掛形象頂 頂呢 是主食的工具 因為長得像頂 就叫做頂 而頂呢 是主食的工具 既然主食 就來談飲食 東西煮好了以後呢 還要什麼 那個頂能夠拿起來 如果那個頂 沒有可以拿起來的那個掛 頂拿不起 人還是不能夠吃 所以呢 不只要把食物煮好 你還要有一些配套的東西 也就是良好的態度 讓人家可以用力 讓別人呢 可以把那個頂拿起來 然後呢 餐飲 飲用 飲食等等 好 然後呢 把能力完整 然後呢 修飾我們應對 進對的態度 然後可以為社會所用 這是人才 培養 發揮的一掛 好 我們看 掛詞 點音 原集 亨 烹 烹飪 主食 為人實用 革除缺點 培養專業 又 培養通才 為人所用 非常的完美 非常的 吉祥 原集 亨 去除缺點 去除缺點 訓練專業 培養通才 就這三個 好 我們待會會看到六搖 就依照這三個這個邏輯 然後呢 為人所用 好 斷傳 說明 掛詞 第一句話 頂 項野 就是 這個掛象 本身直接 掌得像頂 所以我們 以頂取名 那這就是 頂掛 之所以叫做頂掛 好 然後呢 以木 遜火 烹飪 也 頂掛呢 上掛是什麼 上掛是這個 梨掛 是火 下掛呢 下掛是遜掛 是木 遜掛呢 初六 然後呢 梨掛呢 是六五 好 以木遜火 什麼意思呢 遜掛 自然象征意義 第一個是風 最主要 用的最多 但也有其他幾個掛 自然象征意義呢 是木頭 木 木 所以 木頭在下面 上面有火 等於火生到 木頭 放到爐子裡面 再燒火 然後呢 可以煮食 所以象征烹飪 好 那這個 這兩個 都可以說是 掛名形成的原則 但是恐怕 第一個頂象律 就足以說明一切了 不需要用這麼 複雜的 迅為木 木在火下面 再燒火 因此呢 燒火是可以煮食 煮食呢 比喻 培養人才 好 但是要做這樣的一個 理工節呢 也沒有什麼關係 斷轉就是後見之路 已經有掛詞了 我去想像 掛詞 為什麼是這樣子 所以呢 是一個談烹飪的 一個掛 聖人亨 以想上帝 大亨 以想聖賢 聖人 就是君子自我培養 成才 然後呢 治理天下 把天下治理好了 那麼 以想天下 以想上帝 祭祀上天 諸神 感謝上天諸神 把天下 教到聖人的手上 被聖人自我培養 治理天下 做好了以後 祭祀上天 把理想上帝 而上天呢 也很樂於接受聖人的祭祀 然後呢 大亨以養聖賢 讓聖賢可以去治理這個國家 被國君祭天 有這樣的意義 表示天赴命於我 這董仲書的思想 國君祭天 國君祭天呢 自己把天下治理好 感謝上天給我 管理人民的機會 天呢 君子祭 君王祭天的這個意思 這個動作 對天是講這些話 但這個動作是在對百姓講話 對百姓講什麼話呢 天把天下交給你 由我負責祭天 所以其實也是一個宣告 所以只有天子可以祭天 如果有諸侯想祭天的話 這個諸侯就是想要得天下 就叫建月等等 好 大亨養聖賢 所以呢 天呢 也養聖賢 天呢 也復命國君 把天下交給他 讓他行人證 好好照顧百姓 好 遜耳耳目聰明 下掛為遜 順 上掛為离 离本來就是聰明的意思 离本來就是明的意思 聰明的意思 所以呢 還是藉由上下掛的抽象象徵意義 來說明這個掛的掛得 那一目馴火也是抽象象徵意義 自然象徵意義 好 上下掛的連結 的聯想 來說明掛得 遜耳耳目聰明 也是上下掛的聯想 說明掛得 這時候用的是它的抽象象徵意義 所以 團傳常常有這樣的一個模式 好 來說明掛得 但是我都認為這是後見之明 這不是掛象形成掛名的思考邏輯 而是當有了掛名以後呢 強用上下掛的象徵意義的概念 好 來說明這個掛 但是也沒有什麼關係 只要說得過去就好 柔盡而上行 好 迅為風柔順 离為火火往上走 柔盡而上行 象徵 我們在 培養自己為社會所用的階段呢 最後成才以後呢 一定要謙虛 才能夠 才能夠 這個平步輕移 然後 為事所用 然後 照顧百姓 德中而應乎 剛 六五 德中 九二 德中 這個 六九 相應 所以 這個 德中 而應乎剛 是以圓坑 好 換傳通常幫助我們確認 掛名之所以 是這個掛名 有這個功勞 其實就非常非常重大 對於掛詞的解釋 其實掛詞已經出來了 常常是一個後見之明 但是呢 也可以幫助我們確定 掛詞是這個意思 因為掛詞畢竟是最早期的 這個周易文字的一個解讀 好 掛詞完了以後呢 就是大象傳 那 墓上有火 墓是什麼 遜掛 火是什麼 離掛 所以 遜在下 離在上 頂掛的掛像 說明了 大象傳左邊 都是在說明掛像 並且以上下兩掛的 自然意義的聯想 結合 不是聯想 是結合 來說明掛像 然後呢 後面講一個 君子的道德教堂 君子以正位明明 站穩自己的角色 扮演好 那麼 執行自己的任務 先手執掌 完成使命 就是大象傳 好 大象傳就是插進來的 好 然後我們來看 這個六個窯的窯齒 粗六 頂頂指 那個指就是 這個最右邊那個頂掛 下面那兩個陰窯 粗六 就是它的兩隻腳 頂指呢 那就是腳 翻了 所以整個頂呢 如果裡面有東西的話 那肯定通通倒出去 粒出脾 脾呢 就是不好的東西 一個頂要主食之前 裡面可能有之前剩下來的 髒的東西 舊的食物 或者一些雜物 你可以把它倒出去 倒出去呢 還把它洗乾淨 這樣子呢 才能夠拿來 主食 但是頂本來就是正位 擺得好好的 你把它顛倒過來 就是 把它從擺好的這個正位呢 這個 給它亂搞這樣 倒掉 所以這是一個 非常的 舉動 但是這個非常的 舉動呢 是為了 把它拿來當作主食的工具 而不是垃圾 它現在可能是垃圾 被放了很多髒東西 但是桶子就應該放正 結果桶子被放倒了 這是不好的 但是放倒是為了 把它從垃圾桶變成頂 是為了 建設性的生產目的 所以這個非常的舉動呢 是正確的舉動 是應該做的舉動 就好像得竊與其子 可以不取竊 但是假使正是沒有子女的話 為了延續宗士 那麼 取竊 行目的是為了得子 也確實得子 而不是為了自己的這個 這個 好色或怎麼樣的 那麼 這個行為呢 是受到肯定 受到讚美的 所以這個 特殊的行為 是為了一個正道的目的 所以把頂倒掉 翻過來 把髒東西丟出去 這反而是一件好事 對的事情 小巷傳說頂滇指未背 我沒有違背 頂之所以為頂的目的 雖然頂應該佔直指 可是現在裡面是髒的 所以要把髒東西丟掉 所以讓它滇指 目的是為了把它洗乾淨 放乾淨的食物進來 從新主食 所以沒有違背頂之所以為頂的 角色功能 瀝出皮 以從以貴裏 把垃圾倒掉 洗乾淨 放乾淨的食物 清潔的食物進來 以從以貴裏 所以 年輕人 在這個 初六的階段 要培養自己 成為一個人才 那首先呢 就是要 先把自己的壞毛病 隔除 那什麼是壞毛病呢 懶惰一定是壞毛病 生活 作息不正常 一定是壞毛病 然後呢 交朋友 這個單於嬉戏玩樂 也肯定是壞毛病 這些壞毛病 先把它去除掉 然後呢 開始作息正常 開始用功讀書 學習 一定的專業 就是把好的食物 放進去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呢 一定要 隔除惡習 頂初六 就是君子自我培養 隔除惡習 的第一步的動作 第一個階段 是人才奠基的第一步 隔除惡習 好 第二步 到了九二 頂有十 我愁有疾 不我能疾 疾 如果是初六 沒有把缺點 隔除 然後你開始學習 進了學校 之前九肉朋友來找你 你又出去了 該讀書 該讀書的時候呢 你在睡覺 該睡覺的時候呢 你在浪費時間 消耗體力 所以你沒有辦法好的精神 好好的讀書 真的要讀書的時候呢 你就懶惰了 所以這些壞毛病沒有隔除 你沒有辦法好好讀書 髒東西沒有洗掉 你這個頂怎麼可能拿來煮東西呢 髒東西丟掉 洗乾淨 放了好的食物進去之後 頂有食 實實在在的 裡面有好的東西 這個時候 再有什麼樣的壞東西 你不會想把它放進去 之前這個頂丟了一堆垃圾 你再丟垃圾無所謂 現在頂已經洗乾淨了 裡面放了昂貴的 乾淨的健康的食材 那那些垃圾食物 你會想把它放進去嗎 有毒的食物 你會想把它放進去嗎 不會 就會把它隔除 我愁有其案 不好的東西呢 進不來 不我能及 我不喜歡的不好的東西 髒東西呢 不能夠進來 所以我們一開始 隔除了惡洗 胡群狗黨再來找我們 我覺得書中自有淫無欲 書中自有黃金屋 我不覺得跟他們到外面 嬉嬉玩樂 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是一件值得追求的事情 反而都是浪費生命的事情 所以我能夠專心 盡守在校園裡面 作息正常 然後好好的讀書 好 我愁有其意 不我能及 那一些不好的東西呢 沒有辦法進身 壞的事情 不能夠再影響我 頂有時 甚所知也啊 你要謹慎的學習 謹慎的選擇人生的道路 甚所知也 人生要往哪裏去 時間要花在哪裏 你要謹慎的 選擇 我愁有其 其中無有也 那一些不好的東西 那一些不好的東西 我不喜歡 再沾染的惡行 我很擔心 可是呢 因為我已經建立了好的習慣 所以終於不能夠影響我了 中無有也 終於不能夠影響我了 所以我常常喜歡講一句非常簡單的話 叫做努力工作治滿病 努力工作就包括學習 你時間都用在學習 都用在做事情上 好 壞朋友也找不到你 因為你很忙 然後呢 壞朋友跟你聊天呢 也沒意思 因為你不講那一些顯話 所以呢 你所有的時間用在做事跟學習上 你所碰到的人事物 都是建設性的 所以心理的毛病 身體的毛病 自然而然都被劃解掉 就跟這個 九二 頂有時 我愁有急 不我能急 意思是一樣的 好 頂掛道理很深喔 到了第三窯 頂耳閣 其行色 至高不識 方語 窺毀 終極 頂耳閣 什麼意思呢 耳就是那個 那個掛鉤 掛鉤要插木頭進去 拿著木頭把掛鉤拿起來 從火堆提出來 這個頂才能夠拿出來 然後呢 再倒到什麼地方 還是實用等等 所以如果沒有那個掛耳 隔就斷掉了 如果沒有那個掛耳 頂在火裡 火的上面煮 熱燙燙的 你根本不可能去拿 不可能用手拿 所以呢就拿不起來 第二個 拿起來的那個耳朵斷掉了 其行色就沒有辦法拿起來了 沒有辦法拿起來了 頂裡面的好的食物至高呢 沒有辦法使用 這就表示什麼 人才把自己培養到了一定的階段 的時候呢 你自己覺得自己能力很強 但是呢 態度太驕傲 跟別人相處呢 從不肯牽下 那誰會欣賞你呢 沒有人欣賞你 也就不會有人請你 好 來公司上班 然後呢 你的能力呢 就不能夠為社會使用 這個時候 一定要有人給你當頭棒喝 好 所以頂煮的熱熱的食物煮熟了 上面可能有蓋子 但是呢 你沒有一個弦可以把東西拿起 如果這時候突然下雨 把火焦洗 把那個頂呢淋濕 並且因為水的關係呢 把那個熱度給冷卻 縱然沒有那個耳 你還是可以把它拿起來 因為它已經冷掉了 所以 方雨 虧毀 終極 比例就是說 那你如果被人家當頭棒喝 你不要這麼驕傲 要謙虛 要客氣 你自己去找人家 人家不會來找你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虧毀 終止 就不會 這個 不能夠為人所用 但是九三 的意思就是說 他剛剛訓練成才 自我感覺良好 專業培養完成 還沒有開始上通識課 還不懂得怎麼樣跟社會互動 人家呢還沒有辦法用你 小巷傳 耳格 詩其役 你根本就沒有準備 讓人家跟你接觸 的可能性 你沒有把這個可能性打開 你拿了一個博士學位 拿了一個專業執照 你就覺得很了不起 為什麼沒有人來找我 是不會有人來找你 人家也不知道你 找你的時候呢 你有指高氣 態度 驕傲 沒有給人家用你的機會 除非你被當頭放課 打血 你才懂得 可可可氣氣的去找 這個人事部門 那麼去申請 希望獲得工作的機會 好 九四 頂折足啊 復公訴 其行過 九三呢 準備好 實力 但是呢 太驕傲 不能讓人家用它 九四呢 是專業實力準備好 也有了工作的機會 但是呢 經驗不足 或者是 這個實力還不是真的很雄厚 所以 煮好了整整一鍋的食物呢 又 這個鍋角又斷掉了 斷掉了就倒了 復公訴 把裡面的好的東西呢 又給倒出去 結果把自己搞得髒兮兮的 結果呢 也沒有辦法讓人家來享用這個食物 九三呢 食物滾燙滾燙在鍋裡面 人家不能夠吃 九四呢 是食物好好的 都煮好了 香噴噴的 你自己把它打乾了 人家也不能吃 但是 兇 復公訴 信仪和言 一件交代你辦的事情 辦不好 那麼我怎麼給你重責大任呢 怎麼信賴你呢 所以九四就表示 雖然獲得了工作的機會 但是實力不夠堅強 因此辦事呢 辦不成 把事情給辦壞 所以呢 這個處事 還是要 一步一步的 好好的歷練 九四象征能力不足的大臣 一心懶事 懶得太多事了 然後就好像頂在裡面煮食物 太多好東西 一直放進去 結果呢 放太多了 食物流出來 就把整個鍋子弄得髒兮兮的 人家看了就噁心 也不想吃 總之呢 如果實力不夠 卻做大胃 事情肯定辦不好 辦不好的結果呢 你自己也會失去了 這個位子 這個機會 所以 還不是最好的 人才養成的階段 好 人才養成的階段呢 要到第五 完美的階段呢 在第六 六五 鼎 黃耳金弦 立真 鼎黃耳 忠以為食也 那個鼎 一鍋美好的食物 煮好了 旁邊有那個耳朵 可以這個 插這個 木頭進去 什麼東西進去 然後可以把它拿起來 但是呢 他自己 除了耳朵以外 耳朵又再掛了一個耳朵 叫做弦 所以呢 那個耳朵用手還是不能拿 還是很熱的 因為他連著那個鍋子 所以要用木頭或別的東西 但是 那個耳朵如果又再掛一個耳朵 弦 那個再掛一個耳朵 就不會是他人的 溫溫的而已 手可以直接去拿 也就是說 這一個人才 不僅把自己準備好 了專業 同時呢 他也做好了自己的所有該有的介紹 履歷表也做好 而且誠誠懇懇去投遞履歷 去請人家給你工作的機會 而且呢 說清楚 講明白 來 我希望的薪水是多少 我能夠做什麼樣的事情 我有什麼樣的能力 而且態度也很好 也就是準備好了 完全可以為人所用 這個頂到了黃耳金玄 這個設備都做得很好 這個 物質器物的層面都做得很好 因此呢 作為一個主食的器 跟主食的結果 這一鍋美好的食物 大家都可以享用 表示這個人才 大家都可以為大家服務 大家都可以來用它 忠以為食物 他真的有實力 所以他也能夠謙虛 不以為我很有實力 就等著人家來求我 而是刻刻氣氣的自己去 投履歷去應徵 所以這個六五呢 非常謙虛的呈現自己 到了上九呢 這樣的一個 有智慧又謙虛的作風 更加的成熟 好 那個弦呢 後來做得更好 有更好的一個材料 用玉做的材料 玉任何時 時候呢 都是溫潤的 那個耳旁邊的弦 可能還會稍微有點熱 只是那個熱 絕對你可以拿起 但如果那個弦 用玉的材料來做 它永遠是溫的 任何時刻都可以拿起 頂玉弦 就表示 這個人 不只有能力 並且準備好了為人所用 並且態度謙虛 並且呢 已經實際地為社會做了很多 好的事情 大家也都知道它 而且呢 也很容易找到它 來為大家幫忙 完完全全成熟 就像這一鍋 頂裡面的食物 煮好了 頂大概也冷卻了 但無論如何 我那個弦呢 是用最好的材質 玉做的 任何人很輕鬆的 就可以拿起來 然後來享用 這整頂的食物 玉弦在上 鋼肉結羽 上酒是羊瑶 好 可是呢 因為 就表示 那一個弦呢 本來是金屬的材料 它現在用了玉的材料 用了更好的材料 來做這個功能 所以 這就是一個人才培養的 這個過程 好 我們看這個 從它的初六 一開始 格除二十 再來 充實自我 然後呢 學會了 但是呢 不懂得如何為人所用 所以呢 別人還是不能夠用你 因為你沒有任何一個管道 讓人家來用你 然後呢 好了 有機會了 去爭取 然後呢 爭取的太多 實力不夠 就把事情給犯壞 然後呢 終於完全已成熟了 把自己準備好 讓人家可以好好的用我 好 最後呢 又把自己修飾的更完美 達到一個更高的境界 不只是別人可以用我 而且可以輕鬆的用我 甚至我主動的為社會提供服務 是一個完美的人才養成的過程 格掛呢 是一個改革之道漸進的過程 頂掛呢 是人才自我培養 一個階段的提升 層次的提升 境界的提升 好 那麼頂掛就大致講到這裡 我就算圓滿完成任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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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